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中国一直被受外资零售企业的青睐 不管是开时刻的火爆开业 还是特斯拉2018年 逆着中美贸易摩擦之势 在上海投下巨资 一或是美国医疗器械巨头 塞莫菲决定增资苏州工厂 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市场 对美国企业的吸引是全面的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7.2% 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 网站日前报道 根据美国荣顶咨询公司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了68亿美元 比过去两年同期的均值高出1.5% 中国现在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 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 特别是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不断地 加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那么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中国市场容量的扩大 和质量的提高 也吸引了更多的 全球跨公司巨头 能够入住中国 相比之下 对华贸易占六成的 美国洛杉矶港 则显得有些愁云惨淡 受经贸摩擦影响 洛杉矶港对华出口大幅下滑 加利福尼亚州的水果 坚果酒类产品对华出口 遭受重创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·萨莫斯认为 美国正处在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并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提出了批评 写嘉效台 优优独播剧场 好